三四队的勒布朗 勒布朗 也确实是能碰 能蹦能扣 但是这三分是后练的 再来一个同样位置的三分 乖轮 漂亮 乖轮连几两三分 又回应了 跳球比赛开始 都防一个人吃 然后把另一个都放了 那两个人是加同一个人 这个有点问题 乖轮 不错 乖轮这球一看 就是状态比刚才积极了一些 三四队的勒布朗 也确实是能碰 能蹦能扣 但是这三分是后练的 再来一个同样位置的三分 乖轮 漂亮 乖轮连几两三分 又回应了 还是轻了点 应该往高了给 麦卡罗那么高的身高 真快 真快 表情队开始打出他们最喜爱的进攻了 制造对手失误 打反击 对 李靖宇 就依然保留了李靖宇跟袁帅两个点 对 就这种调整是上个赛季比较少的 对 好追平 追平了 其实在现在是真的是要防守的阶段 不如就牺牲一个手感不好的投手 换上邢志强 邢志强也不是不能攻 我管一个 郭艾伦今天是三分球是厉害 也说明确实山西在王菲主导战术体系里面 真的是聪明了 对 对 颜鹏飞呢也有2米1的身高呢 对 身高他也够啊 就是 看看他这个场上转内线够不强硬 哎呦 齐扣颜鹏飞啊 巴斯今天是打的太兴奋了 兴奋了 这真是 这一下头啊还可以 机会稍微好一些 哇哈德森干拔 哇 这就是哈德森的比赛方式 你走还是盖哈德森还是打进了 最后时刻可能三七队还是需要他来解决问题的 真是 必须的 就是所有的进攻其实都是由他来发动的 对 他这个终结或者由他来传 就是最后这次怪轮的这种绕装式的过人 然后再给哈德森传的这个两分啊 其实很清楚很清醒 这就是打到关键时刻辽宁队对于这种关键球的掌控能力 对 冠军啊就是有这种能力啊 对 关键球啊他不乱不慌 哎 只是我被反超了 因为我的队可能你这个就没反超就 也不犯规了 也不犯规了啊 一秒钟的时间 双方把表走完 93比97